今天雨姐又带大家磕糖了 内与BG聚少了吴磊真不行 网友调侃骑士全能战士 念下 念上都能搞定 近日 备受期待的电视剧在暴雪时分 发布了最新的路透照片 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 照片中 主演吴磊和赵金脉带着头盔对视 然后 吴磊就轻轻地揽过了赵金脉的腰 救命啊 这个动作啥疯我了 吴磊不会是苏感男神 之前流出两人的吻戏 那叫一个甜蜜啊 视频中吴磊双手捧着赵金脉的脸 他搂着吴磊的腰 两个人在暴雪中神情拥吻 随后 麦麦因为害羞 谦谦地靠在吴磊怀里 妈呀 还是年龄相近的小情况好磕 看之前明道和蒋文立 那叫个啥啊 简直辣眼睛 说到吴磊 不得不想到了赵露丝 那么 梅磊对待两个人的吻戏 是有怎样的反应呢 今天于姐就带大家盘一盘 一 赵金脉 两人在路边的相拥而吻的动图 是谁在流鼻血了我不说 动图中的吴磊双手环抱住赵金脉的腰 赵金脉小小地被慵懒在吴磊的怀里 吴磊的大手就这么地抱着人家的脸 在周宇童面前的小奶狗 瞬间成了赵金脉面前的霸总味道 就是说 吴磊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 你都可以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吴磊这几年演了不少年下弟弟的角色 从长歌行中的阿什勒斯 到爱情而已中的热血选手 宋三川都很有人格魅力 而吴磊也从网友心中的国民弟弟 变成了荷尔蒙爆棚的苏感男神 感觉以吴磊的身高和气质 演起现代偶像剧的霸总男神来也毫无压力 但是吴磊在选择角色时 总是格外偏爱运动系男神 与转网的宋三川热度还未退去 吴磊又在新剧《在暴雪十分》中 饰演了一位少年天才类型的斯诺克选手 无论是在剧照还是预告片中 都让人一眼惊艳 吴磊在《在暴雪十分》中 饰演男主林一阳 他是昔日的天才选手 却因为在一次比赛中 应对裁判判罚有意义 张学师武艺冲撞裁判而被禁赛 少年气生的他不服判决 竟直接宣布退役 直到预见了荡红酒球选手英国赵金脉饰演 他在暴风雪之夜对他一见钟情 在追求对方的过程中也重新掀起了理想 最终重返斯诺克赛场 和心动的人共同前行 在赛场上用汗水输卸荣誉 不论是吴磊饰演的角色还是他本人 都有一种不服输的镜头 只要他能够战赏赛场 就没有什么能够摧毁打败他 但是比起宋三川来说 林一阳身上有种霸道的苏感 追求姐姐的宋三川是小心翼翼 科技手里的 对因果一见钟情的林一阳 则气场强大 充满了年上的霸气和温柔 吴磊把这一对年上的隐忍克制 又有按耐不住的腐黑小心机 对待姐弟恋也是侵略性满满 与周宇彤合作的新剧爱情而已 正在热播 两人在剧中相差十岁的姐弟恋设定 让不少观众可生可死 尤其是相较于别的偶像剧中 把姐弟恋的故事线 铺垫得满满的而言 这部剧更像是注重姐弟恋的三观匹配度 氛围感和故事感都超级强 《爱情而易中》 吴磊饰演的天赋型运动员宋三川 堪称是智信恋奶狗天花板 尊重女性 身世又有边界感 特别是在最新剧情里面 对自己爱慕的女生梁友安 他俩之间的插曲时 宋三川没有在被拒绝后幼稚的一蹶不振 或者是戒酒消愁 低迷和挫败感 偏偏是欲强则强的阳光型男友设定 想着要努力变得足够强 要奋气直追 体配上姐姐的年夏年 有男性荷尔蒙的直球 又有属于他22岁 这个男孩设定的热血 以及在剧中 面对养夫提问 为什么喜欢比自己大10岁的女孩时 宋三川直言 我不是喜欢大我10岁的 我是喜欢梁友安 网友说 这样的纯粹和直接 但又足够双向奔赴的年轻 才是姐弟恋的精髓 在这部剧里 吴雷把年夏弟弟的那种对姐姐的仰慕 爱慕以及在意的小心翼拿捏得很好 明确心思后又有边界感的相处模式 以及小心翼翼的试探后 得到肯定回答的窃喜 众所周知 姐弟恋拿捏不好容易有腻感爆棚 但吴雷和周宇彤这种火花 就很容易让人上头 阳光型运动员和善解人意的经理人 直接的互动 谁看了不说一句客道了啊 特别是有网友爆料了 两人在后期剧情中的吻戏互动 吴雷奶狗型的侵略感 以及独占感直接让人喷鼻血的程度 弟弟终究是长大了啊 二 赵露丝 剧情发展至他们即将成婚 但吴雷却要出征 赵露丝深夜闯入军营 想给吴雷惊喜 吴雷向他告白 你不是想要自己盖屋吗 以后便是你我的家 我们会在这里生儿育女 慢慢变老 直到永远 赵露丝感动亲了他 这段唯美迎中吻 也是女方第一次主动献吻 吴雷与赵露丝剧中搂腰环抱 对视吻戏狂洒糖 可说是浑然天成 拍摄迎中吻花絮释出 导演只顺词 放心交代亮人 怎么温柔怎么演 怎么对视怎么亲 你们自己来啊 完全相信吴雷与赵露丝的化学反应 果然开拍后亮人自带粉红绿镜 片场一出甜蜜气息 另一段拍摄中秋海报幕后 原本赵露丝挽着吴雷的手 男方当场竟牵起女方的手 让吴雷主动牵手赵露丝的关键字 直接崇赏微博热搜第一 荧幕和私下都是高田互动 让粉丝纷纷敲碗留言 请两人原地在一起 两人的床头吻也很甜蜜 有一段剧情描述零不一受罚账责 承绍商拼命求情还是照罚 承绍商在大雪夜来探望挨打受伤的零不一 寝宫里只有两人衣着单薄的身影 并不一一句能得少商君心疼 三生有幸 令女方感动往额头印上一吻 她深情吻上承少商嘴唇 吻完问这些事 不该等到成亲之后再做吗 接着更说再亲一次 连喝药都说甜 情话甜到破表 吴雷是童星出身 十四岁在狼牙榜扮演狐哥的小护卫 随剧爆红在两岸三地打开知名度 如今她已经22岁 这次搭档赵露丝 扮演心怀复仇又对爱情专一的将军 烟利只有一人的神情表现 备赞眼神拉斯 成功卸下童星形象 燕姬在掳获一票粉丝 而且还有爆料称 两人真的谈过 2月14日情人节当天 知名鱼记刘大锤爆出 无类赵露丝因细生情的消息 强调九五后女顶流与暑假大热CP的男主在一起了 同时男主如今在国外的消息 去年暑假的热门CP 只有无路可逃和地心引力 刘大锤有明确告知不是地心引力 那必然是另一对无路可逃CP的主人公 无类和赵露丝了 在这之前 赵露丝晒出一组照片里 电视机映射出一个裸露上身的肌肉男 然而赵露丝的粉丝 最后否认电视机的男人倒影 前世解释这是沙发的靠背 又解释这是打扫卫生的阿姨 总之不管怎么澄清 都无法得到网友的认可 因此在刘大锤 爆料吴磊的赵露丝 吟戏生情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